hello大家好我是浩子 这期我们来测评一下弗莱特最新出的ASANT80 这款专业F3A遥控特技模型飞机 这不是前一阵刚在宁夏红四谷举办完 全国72年的航空航天模型锦标赛 看了学生们飞的3A 然后瞬间也燃起了我对3A的兴趣 毕竟我也曾经是一个3A的运动员 所以我就搞来了这架 这回来给大家看看这架飞机到底怎么样 这架飞机是针对于72年航母比赛中的 P3A-3项目适合的一架飞机 它的翼展和机长都是1米4级 比赛要求是翼展1米6以内 机长1米7以内 所以这架飞机是符合比赛项目的要求的 但是它在P3A-3这个项目里面的限制里面 这个飞机并不算大 如果把这个飞机坐到1米5级的话 肯定是更有优势的 但是毕竟现在市面上 F3A的机型非常少见 所以这个飞机也是一个 我觉得在这个里面非常不错的选择了 行了我们废话不多说 我们先来开箱看一下 这就是这架80级F3A的全套东西廊 摆了满满的一桌子 当然这里面有我自己配的设备 就是这些电装 待会我们再说 我们先来看一下这架飞机 这个是一个空机的产品 先来看一下机身 作为新品 它确实用了很多碳纤维的材质 这些层板的表面都贴了一层碳片来加强 然后机身里面纵粮也很多都是碳纤维的碳条 碳丝碳方 机头电机件也是都是有碳纤维加强的 整体的做工还可以 我觉得你看挺正的 弗莱特老厂家了 传统的木质机厂家 能做3A的厂家是多 这算一个 机翼 这下面面的涂装可够复古的 脚链都是这种蒙皮的蒙过来的脚链 省事了不用去自己粘直脚链了 而且它中间不漏风这种比较好 方向舵 后面带阻力的 水平尾翼 水平尾翼是能对拆的 它是拧这两颗螺丝 水平尾翼底下也是这涂装 有点复古 主量碳管 平尾的两根碳管 这是它的小翼 头罩 哇 还头罩还挺沉的 这很厚实的一个玻璃缸头罩 看看喷漆 做工 还可以 头罩 它是一个上开盖的 所以头罩相当于是四分之三 两个碳纤维起锁架 这都是标配 不错不错 哇 这个轮子很漂亮 轻量化的F3A轮子 还有两个轮罩 然后它标配是配奖照的 还是这种散热的奖照 很漂亮 这是一堆零配件 零配件还比较复杂 对了 它标配还有这个东西呢 机翼套 这个机翼套里面是做好了的 分层的 可以放机翼和尾翼 这样的话 尤其是像3A的玩家 非常在意飞机的可碰 因为都会影响飞机的性能 所以有机翼套 绝对对飞机是一个非常好的保护 电装我们看一下 最后为这架飞机搭配的呢 是它建议的这个 朗宇的4125KV440的电机 三代的朗宇电机 蓝色很漂亮 电条 嘿嘿 见过吗 朗宇电条 105A PRO 这个呢 是朗宇新出的 3S到6S BEC是6V 724V 824V可调 BEC电流10A 对于3A 3D机来说 这个都是足够了的 然后漂亮的散热片 这挺漂亮 奖也是朗宇的 这整个它相当于是一个套装 16x10 混碳的一根奖 这枝朵机呢 我用的是PTK的8816 这也是PTK目前 就是最高端的一款朵机了 高压朵机 这个我已经用过了 上回的一个3D机 我已经体验过了 3D机对于它来说 这个精度都完全足够了 性能也够了 所以对于这架飞机来说 这个朵机也是相当够用了 OK 就这么多东西 我就开始3A精细的装机了 好了 这个飞机的装机呢 其实非常简单啊 就是对于一架3A来说 我觉得这个装机难度非常非常低 首先呢 它所有的朵面 所有的朵面都是无脚链的设计 就没有单独的那种纸盒液 它完全是靠这个蒙皮 把这个朵面给连接起来的 这样出厂就已经装好了 免去了你装朵面的麻烦 然后呢 机翼的两个朵机也很简单啊 它都是外露式的 都是直接拧斯科罗斯就可以了 朵脚是碳板的 这个你需要用树纸去粘一下 连杆两头球头 这样操作呢更加精准 机翼就完事了 是不是很简单 尾翼部分啊 水平尾翼是一个两边对插的 可以看到这边有两个螺丝 对面也有两根螺丝 这个眼是需要自己打的 它是上下各两根碳管 插上去之后 把这个平尾怼紧 怼好位置 啪啪啪四个眼 然后呢 拿这个机螺丝 往里一装就可以了 这样你的平尾是可以拆的 拆的时候拧一边就行了 就不用把这个碳管全拆散 呃 尾舵 方向舵呢 是需要这个直角链粘接的 这块它给开好了槽 点点502粘就行了 方向舵的舵机 哎 它也跟传统的这个3A不一样啊 传统3A经常是在这个机身里面 然后两根钢锁拉过来 那样的话很麻烦 反正我装钢锁 那至少拉那两条钢锁 加装舵机至少得半个小时 然后方向舵它这回装在了外面 这样的话就省事的很多 直接一根长连杆 一根硬连杆直接怼 起螺架部分啊 起螺架部分就是一个机轮 加一个轮罩 这个也很简单 这个轮子装上去之后 再装这个轮罩 也就是说你在外场 如果想飞草地啊 或者飞这种飞铺装的跑道的话 这个轮罩随时可以拆的 防止对起螺架造成一个损伤 哎 然后起螺架的安装呢 也是这个很简单啊 就是插进去两颗螺丝就可以搞定了 最后就是这个电机部分了 电机部分这个厂家给了 四个这个铝合金柱 刚好把这电机装上之后 我完全没有调啊 这个缝隙 这个缝隙完全是可以接受的 我觉得还是很不错的了 讲照是标配的 讲照直接往上一拧 就OK了 搞定了 还有就是小翼 小翼两颗螺丝就可以搞定 这个也是平常可以拆卸的 这样的话你去比赛啊 或者去训练 携带上就比较方便 小翼可以拆 尾翼水平尾翼可以拆 然后机翼呢 还是快拆的 机翼的快拆是这样的 一推它就解锁了 这边一拉 机翼就出来了 那个快拆卡扣 就是卡在这个螺丝上的 装的时候 往里推 推 OK 这就搞定了 这个地方非常人性化 它给预留了两个延长线的插口 然后它已经出厂 做两根延长线了 你直接插到接触机上 这样你拆机翼的时候 直接揪这两根线就可以了 机翼就下来了 非常的省事 尾翼的舵机 它也有一根 碳管 整个从尾部一直穿到这块来 就是这个走线在机身里面 就很简洁 很漂亮 别的就没什么了 对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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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座舱盖呢 需要自己加两根横梁 要不然的话 它装上去之后 我发现它比这个机身 略宽了一点点 需要两根横梁 来把这个舱盖 给它稍微揪一下 这样的话 把它往上一放 OK 这样就搞定了 然后我们来看一下这架飞机的细节 开枪的时候 我们简单看了一下各个零件的细节 整体这个飞机 我们看一下 它是一个 我觉得算是比较传统 比较中规中矩的这种现代3A的感觉 带一个尺寸不大小 一来增加滚转的时候的这个稳定性 然后以及一个一点点上分鸟的机翼 加一个下反的屏尾 比较大的机身侧面积 有利于你在侧飞的时候的修正 头罩玻璃缸喷漆的 舱盖玻璃缸喷漆的 然后整体的这个颜色线条的设计 我觉得还是比较符合正常3A的审美 还有一个小细节 我非常的喜欢 这个地方 看这个围球架 它不光这块有一个弹簧减震 它在横向 也就是连接这个方向座下面 这个转向的连杆 它也有一个减震 来防止就是说你在尾轮 有这种碰撞的时候 会对堕面造成损伤 整体我觉得还是非常不错的 来我们通电看一下 这次我为它搭配的是 非常骚气的瑞斯凯X20RS 这个飞机也是我第一次用这个控 感受一下 电池用的是格式的新航电 6S3700毫升力电池 用这个电池 但是我觉得重心什么的是刚刚好的 来把它捆紧 插电 OK来试一下舵 看一下哥哥舵面 富翼的舵面面积我觉得还是比较大的 所以我设的舵量是比较小的 这个舵量就正常的动作是足够了 然后生姜舵翻上舵 翻上舵可以有这稍微调的比较偏大 生姜舵OK没了 走吧准备试飞 好计时器我直接设一个6分30秒 正常的这个一套3A 一套半3A动作是肯定是够了的 对于P3A-3来说 好滑到位 真漂亮 OK起飞 离地 很正的飞机 很舒服 转 改平 页头转弯 可以 我觉得非常舒服的一架飞机 改平飞 稍微得调一调微调 之前芸蒙皮 有一点变化 1分之1到古巴巴字 盖出 顺风试一下横滚 连续 可能距离有点近 我刚才说到最小了 你这个高度我看不到地面3.5 没事 好下来 2分之1 5巴巴字 这正常的3A的航线位置 不能再近了 然后不能再低了 主要是正常30度上阳脚 这已经低了 比正常的航线高度 3A确实不太好拍 3A它属于航线又远又高 然后动作又大 去年我拍3A比赛的时候也很胆腾 来筋头起 筋头的整体的匀速感还可以 哎呀动力给小了 俯冲 来稍微大一点动力 我们把筋头做大一点 还可以 然后来一个驮风 这边试试四位滚吧 1 2 3 4 舒服 3A飞这种动作 飞这种精准动作才舒服呢 太爽了 还得是不定时的练一练3A 还得是不定时的练一练3A 确实对整个飞行是有很大帮助的 是一个垂直上升滚 所以说是不定时的练3A 一旦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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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个倒半斤斗下来 直接进入倒飞 改出 倒飞 飞一个飞3A动作 倒飞通场 可别拍地上 多舒服 看这感觉 倒推 不会的 你可别来倒飞拉杆 我们有个学生干过这种事 哎呀 3A就是这飞机真的一拿到手里面 就只能想规规矩矩的飞它 这种飞机就是不可能能把它飞 耍起来 就是没有那种感觉 太舒服了 侧飞 侧得住不 可以 侧飞还得拉点杆 侧飞挺正的 摆出 十四道转 哎 扭屁股了 这十四道转做得实 分全扣没了 慢滚一周 好 这个航线距离差不多 方筋斗起 可以 很好把这个飞机飞正了 看一下起落性能 低速 3A飞机低速都非常好 而且这个飞机也属于特别能飘的飞机 看 这飞机在全国比赛上看了 就是这架飞机属于很扛风很能飘 嗯 今年好多P3A-3用这架飞机的学生 我发现它那个 着陆的时候接地点都特别远 就特别容易飘过 这飞机收油门要早收 看三转弯 收油门 让飞机往下走 然后 匀速往下走 然后 转 对正 这速度还快了 飘 飘 看 我也飞过了 飘 来 连续 感觉稍微一拉杆就飘起来了 对 这个飞机升力特别大 滑翔性能太好了 这个飞机 收油 转 所以这个飞机要是飞的话 就得把航线放大 画大圈 你看这高度又高了 好 换角度 跳 这是不是能悬停啊 我记得 这可以 我还是没忍住耍了一下 但是这飞机真的太规矩了主要是 最后把接地点调整一下 看一下它能不能拉到三点接地飘 盖屏 油门收 然后转 稍微放远一点我们这回 补点油 放远一点的话 你可以感觉回不来可以补点油 但是如果进了高了可就没机会了 只能落到远处去了 往下走 这飞机真的穿透性太好了 太能飘了 三点接地 测风测风 起了一阵测风 而且改右边来的风了 我从左边来一个着陆 大哥你顺度落 没有 现在是右后的风 转 往下走 走 走 飘 嘿 这飞机 这飞机太能飘了 你看 是啊 垂直爬升 这动力完全没问题 狼羽这条动力用着也很舒服 可以 这飞机我喜欢 行了 这个以后我就用它自己练 练3A练着玩了得 十四道转 这回的还行 比较标准 强行晚尊 对啊 好了 着陆 着陆下来我们看看电池 哎呀 静风确实 对于这种快速的3A来说不太好落 接地点不太好飞准 嗯 要是大风的话我能飘着回来 哎这回可以 哎呀摔尾巴摔尾巴 看一下电量啊 开回来 这个起落架高高的感觉真舒服 很爽真棒 整六分半啊 二十二点六四 也就是刚刚好吧 刚刚好 回去这个电压还得补点电 三点七八 单片基本上只有三点七八左右 还可以 基本上啊 我看啊六分半 六分半对于这个飞机来说 我觉得够飞啊 P3A-3一套动作下来大概是三 呃四分 四分钟出个小头吧 呃六分半下来 其实可以飞一套半动作 呃整体来看啊 首先是这套飞机 我配的这PTK的舵机 这个舵机 我觉得足够用了 它的精度啊这个速度啊 包括它的拉力 对这个飞机来说 完全完全够用了 那个这个这个中舵 是PTK里基本上是最好的舵机了 然后这套动力系统啊 反正动力上面垂直爬升很有劲儿 然后响应的这个速度线性啊 手感加减速的时候这个感觉也不错 就是很准很跟手 这套动力还不错 效率也很高 混碳的这个螺旋桨啊 呃奖的价格也不贵 性价比还算是比较高的 然后这架飞机它的性能上来说啊 就是这个特技性能 我觉得是一架呃非常非常准的这个3A 可能是我其他的运动飞机飞的太多了吧 好久不飞3A了 这个飞机真的第一反应 就我试飞的时候 我这个拿到宁下去试飞了一下 试飞的时候真的是特别的舒服 很准很跟手 所有动作一板一眼 这个飞机真的到了手里面 就不会想乱飞了 就是一个正经3A的感觉 然后正飞啊倒飞啊 包括你的侧飞啊什么的 这种修正的杆量啊都很小 倒飞的推杆量就一点点很舒服 然后侧飞的时候呢 这个推杆 就基本没有推杆 得稍微拉一点杆 这个到时候可以设个捆控什么都可以 反正总来说啊 这架飞机我觉得很适合 青少年就是作为这个P3A-3 项目训练的一个飞机 也适合就是爱好者们想进阶3A 练一练这个精准动格 精准航线 精准特技的这么一架飞机 3300多 3400多的售价吧 一个空机 然后把它全装下来 我这套配置估计在6000左右 正常装下来 基本上就五六千 六七千块钱 这样的一个专业的3A飞机 好了 这回弗莱特Ason 80 飞机测评到这儿 下期再见 拜拜 拜拜